大家好,我是Sophia妍杰,很高兴相遇在我的频道,享受平凡生活,追寻点滴美好,希望能在这里分享我在多伦多的生活经历和感悟,为大家传递一些阳光和正能量。 后面呢,我会陆续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喜欢的多伦多私家一日友好去处,比较适合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去消磨一日或半日的时光。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位于多伦多东部的一个小镇叫Pickering,那我们去的主要的地方是Pickering的一个湖湾,叫Frenchman's Bay。 那这张地图上显示的就是Frenchman's Bay,以及这片区域的两个公园。 其中的Beachfront Park可以野餐,另外它还有一个室外游乐园。 这里是一大片的就餐区域,那路边可以停车,还是比较方便的。 这就是我们走在Waterfront Trail,湖边的步行道上,这里风景如画,视野开阔。 这里的湖景非常美,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零零,我和闺蜜们忍不住多拍了几张照片。 我们下期见,我们下期见。 大家可以听听视频里的风声 今天阳光灿烂 但是风还是比较大的 不过风大一点都没有影响我们的心情 非常喜欢湖边的这棵大树 上面开满了白色的花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游泳下的沙滩 这里的沙滩感觉沙滞还是比较细腻的 视角走到上面感觉比较细腻 今天风比较大 滑皮滑挺的话会比较费力一点 这个旁边放眼光去就是一个游泳租的布 有很多私人游泳 好啦,今天的一日游结束了 是不是有点意犹为尽呢? 赶紧挑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带上家人和朋友去湖边走走吧 别忘了,这里的名字是Frenchman's Bay in Pickering 感谢大家的关注 别忘了喜欢和订阅我的频道哦 跟我一起探寻 多伦多平凡生活中的美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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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